你知道滑行速度最快的轮滑项目是哪个吗 速度轮滑 是高山数项 你知道滑行速度最慢的轮滑项目是哪个吗 花样轮滑 是轮滑跳高 你又知道身体对抗最激烈的轮滑项目是哪个吗 轮滑球 是轮滑得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幼稚轮滑口袋版课 今天让我们聊聊轮滑的项目分类 速度轮滑 技巧体能速度力量战术的比拼 当时无愧世界轮滑运动的代表项目 轮滑世界杯项目 亚运会唯一一个单排轮滑项目 也是距离奥运最近的单排轮滑竞技项目 花样轮 搞错了 再来 还有双排速度轮滑 花样轮滑 轮滑是由滑冰演变而来 所以双排花样无疑是最完美集成花样滑冰的轮滑项目 是柔与美的代表 轮滑世界杯精彩项目 亚运会唯一一个双排轮滑项目 近年来 单排花样也逐步翻案起来 并成为年近一代花样爱好者青睐的项目 轮滑球 单排轮滑源于冰球运动员下进的训练需求 所以单排轮滑球 也作为轮滑世界杯的精彩项目 经久不衰 但出于安全考虑 项目规定不得蓄意冲转 像冰球那样单挑 不存在的 也有单排轮滑球 肯定也少不了传统的双排轮滑球 用的是平的短棍 打的是圆球 双排轮滑球 是国际非常重要的双排经济项目之一 极限轮滑 也叫特技轮滑 场地上的滑杆 抛台 还有大优池 惊险刺激 又惊艳的空翻动作 让极限轮滑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轮滑项目 也是轮滑世界杯竞赛项目之一 而双排极限轮滑也毫不意外地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FSK 大轮子的速度 加上极限的精彩转体跳跃 让FSK成为当今玩家界复可撼动的主流项目 代表经济项目有Urban Race等街区障碍技术 自由式轮滑 轮滑世界杯竞赛项目 包含速度过装 花式罩装 花式沙亭等分项 也是无数轮滑爱好者休闲训练的项目 高山速向 滑行速度最高超过百公里时速 速度最快的轮滑项目没有之一 对滑行技术 反应速度 百量的高要求 也让这项运动成为小众但精彩的轮滑世界杯竞赛项目 轮滑回转 世界杯竞赛项目 源自高山滑雪回转 相似的雪杖 相似的奇门 不一样的精彩 轮滑主栏 也叫轮滑得比 一项结合角斗元素 蜂蜜欧美的双排团体轮滑竞赛项目 对抗性强 规则简单 今天来开始在国内出现单排得比的赛事 轮滑得比当之无愧 轮滑世界杯竞赛项目之一 轮滑舞蹈 轮滑和舞蹈的完美结合 早期主要在双排轮滑中 融入disco和pd5风格 近年来 单排轮舞发展 主要融入街舞 韩舞的风格 轮滑跳高 轮滑平地起跳 力量和技巧的比评 单双排不现 是玩家赛事中很受欢迎的项目 也曾作为自由式分项之一 在国内举行 还有利用抛台起跳的抛台跳高 可越过超2米2的高度 是极具观想性的精彩项目之一 滑轮 东岸会越野滑雪延伸轮滑项目 类似雪板上装轮子 滑板以及特有的运动文化 早已成为全球潮流运动的代名词 轮滑运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 潮流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无论轮滑以任何一种项目 呈现在人们面前 都无法阻止轮滑 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休闲轮滑 拥有全球最大的轮滑人群 运动 健身 青少年成长 亲子 带步 长刷 旅游 以轮滑的名义体验生活 以轮滑的名义看世界 大家记得一键三连 关于轮滑有什么想知道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